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仅想做生意 还希望活络在地社区 把往日风华故事再流传下去 半世纪前 一位意大利神父想方设法 融入在地 他也学习这份精神 把客家酸菜和皮蛋 薄皮辣椒融入披萨 做出在地口味 而且出奇的对位 终于打出名号带动人潮 紫棋 要几只 好 前几天有下雨 比较难生 你那个树皮再加多一点 木材堆前 弯腰挑剪 扶口老街上的柴烧披萨店 每天一夜之前 为关键烤窑 做好准备 木材有时候就会放在外面 让它晒 晒干的木材它比较好烧 比较好生活 那我们选用的是这个龙眼木 因为龙眼木的话它是果素 做家具的它会有一些防腐 所以它可能会加一些药剂 那这样子的话烤出来怕会有一些挥发物质 我们早上就是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先把那个摇温升起来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候 才可以到我们可以烤披萨的温度 木材一一入窑 点火燃烧 窑内转眼一片 炙热火光 这个木材要有点空隙 有空隙就有火 有火就有温度 我们等一下11点前要升到280 等待升温空档 梁善元也不得闲 为了做出心目中的特色披萨 繁杂前置作业还有的忙 我们主要面团就是盐 糖 酵母 先让它搅拌 适时加入冰水冰块 降低搅拌时逐渐上升的温度 在面团发酵片刻就得连忙分割 夏天的话会发较比较快 太久的话它就发酵过头 每一家披萨店的配方不一样 那因为关系到他们的面粉 酵母 过去从事运输业 因为当冰期间支援厨房 梁善元意外发现 自己对餐饮的兴趣 而后投入学习披萨制作 中餐 西餐都有想过 可是因为想到的就是说 因为披萨它都是要手做 做起来比较有温度 而且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分享快乐的感觉 除了决定披萨饼皮的面团 食材搭配更造就多元风味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那个 观庙的凤梨 它比较甜 一般大家都用凤梨罐头 那我们是用 自己会去买凤梨来煮 自己煮的会比较安心 比较不会有一些添加物的问题 常见的凤梨之外 一旁的台湾味食材 在梁善云眼中更变化出在地滋味 剥皮辣椒我们最后是选用那个屏东的 因为我们觉得它的辣度不会太辣 然后吃起来有咸有辣 很多地方的披萨都会用一些什么墨西哥辣椒啊 或者是辣肠啊之类的 后来我发现可以把一些台湾可以用的食材直接取代 有时候太辣大家觉得没办法接受 那不辣呢大家又觉得不是薄皮辣椒 所以我们也是有去选过一些那个食材 尝试做出差异化 即使一度因品质不稳卡关 却反而坚持那份不刻意添加的自然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说 这个今天的吃起来跟上次买的味道 辣度不太一样 后来他跟我说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说服力 就是辣椒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天然的 它有时候会跟气候 就是天气热啊或是冷 所以影响到它的辣度 所以后来我们觉得 对啊 与其我们用调味很重的东西 不如用比较天然的方式来取代 薄皮辣椒颠覆过去想象 搭配黑亮皮蛋更是形影组合 之前有吃过一道菜 人家说叫剁椒皮蛋 是因为想说我们有薄皮辣椒 那我们就拿来试试看加这个皮蛋 蛋白烤过它会变得比较Q 那蛋黄的部分呢 它烤过之后香味还是会保留的 努力在食材中求变化 除了做出自己的特色 与虎口天主堂避临而居的店面 激发不同巧思 客家庄其实很多地方像关西啊 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酸菜 我们店这边是一个 意大利神布盖的一个教主 所以他来客家庄传教的时候 融入了很多客家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用客家的酸菜 来做成披萨 将在地食材融入西式美食 制成披萨前还得经过烹调 更能完整入味 我们就先来炒酸菜 酸菜丁经过热锅翻炒 顿时洋芋香香气味 而切丝凤梨搭配砂糖熬煮 带出浓郁香甜 你看我们没有加水 它自己凤梨本身的甜味 因为温度的关系把它逼出来 那我们刚刚糖液开始差不多融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翻了 我们的凤梨糖 备料大致完工 深温的烤窑也缓缓冒出白烟 烤披萨前不忘扫除残鱼摇灰 两年多前创业 两扇员为了找窑 来到户口老街 对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用柴烧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就喜欢凡谱归生 现在窑温多少 两百 好 那就等一下再生一下 等一下温度到了就可以烤披萨 更得精准地掌握时间 变长之后我们就慢慢一直转 然后旋转大概到十寸的大小之后 就可以上板准备下料 红酱 所以我们自己做的红酱 赶皮面团上抹上自制番茄红酱 铺排火腿 凤梨 常见口味依旧掳破不少人的心 而另一款以洋葱 酸菜衬底 搭配油花均匀的梅花猪肉 展现十足台湾味 生的肉的好处就是说 它烤完比较有肉汁 披萨店它们的料都是熟料 简单地加热就可以吃了 但是它的味道有时候 因为在炒的时候或是烫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然后之后我们再加起司 研发台湾版披萨 从初步构想到例行实践 梁善员不会延 每个环节牵一法而动全身 逐步调整才能更趋近完美 酸菜或者是皮蛋 或者是剥皮辣椒 因为它们都是属于 比较天然的食材 所以有时候它来的品质 不见得是每一次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在烤的时候 或者在制作方面 就会要做一些调整 蛋黄跟蛋白就是均匀放 其实主要吃它的 蛋黄是吃它的香 蛋白是吃它的口感比较Q 就来加我们的剥皮辣椒 一会儿在桌前擀皮铺料 一会儿到摇前探视 只见梁善员来回走动 片刻停不下来 因为多一分少一分 都是影响口感的关键 每个披萨平均烤2到3分钟 当一个完成的披萨刚入窑 另一个就得赶着出窑 切片 惊鸿烤过后 蓬松的披萨饼皮上 已然融化的起司 搭配各色食材 香气扑鼻之余 每一口丰富浓郁 然而地处老街尾端 梁善员创业初期 其实走得艰辛 最大的问题就是曝光度 因为很少人知道这边 那再来就是不会逛教堂 然后逛来 已经逛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吃饱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比较辛苦 我们对我们自己是有信心的 不会说这么简单就放弃 对自己想做的事 坚持充满自信 也许因为一个奇妙的缘分 让他来到这里 也想把一份相同的精神 延续下去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天竹堂 以前那个流民船盖火车站 从基隆到新竹 那以前的湖口火车站 就是现在教堂这个位置 所以教堂前面有铁轨 但是铁轨的正确位置在教堂后面 店旁的天竹堂历史悠久 因为开店接触创建种种 吸引梁善员更深入探索 神父在老街租房子传教 教有很多他希望可以盖教堂 他们家就把田卖掉 把钱从意大利送来台湾 民国54年盖好这个天竹堂 可是随着人口外移 就像现在老街一样 没有人没有教友 没有教友就没有小朋友 所以这边就荒废了 开始我们 我对于这边的历史都不知道 以前只知道 这边是湖口火车站 一些当地的居民来这边 那我们闲聊之中 然后他跟我说 他知道的故事是什么 那我再回去上网查 或者是听一些 例如说教友的分享 还有这边老人家的分享 还把这些故事都串联起 神父为了以后外国人来 也要讲客家话 不会讲怎么办 他就跟这里的人一起 编这个音课字典 意大利神父满思迁 岳阳传教 陈锋的故事与文物 随着教堂重新整修 有机会再度面试 可是后来才发现 编音课字典的 其中一位是 刚好是我的真鼠宫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这边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的 它把东方跟西方 结合在一起 不会因为不同的 你要说文化而产生冲突 大家选的是包容 所以我们就把包容 这个元素放在披萨上 既熟悉又陌生的缘分 南善元不仅将同样的一面 应用在披萨口味上 更期盼小小店面 也能发挥影响 我希望就是 他们也可以认识这边 不要来这边只觉得说 只是来吃披萨 那我觉得太可惜了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故事的精神 他超越你吃到的东西 自发性担任导览员 带大家认识天主堂 更借由活动 希望让越界年轻的老街 再度活络 开始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披萨了 好 大人小孩去世代发 等着大显身手 圆不圆其实没关系的 赶大就可以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这样就 上面才可以放料 赶皮放料 自己的披萨自己做 兼具乐趣和成就感 因为活动又认识这边 他会觉得这边不是只是做披萨 或者不是只是教堂 原来还有其他更多的精神在里面 来 吃披萨 披萨 这是美美的 走出厨房 带导览 带活动 如今已有不少客人 因为故事再度来访 而这对于过去怕生 不善言辞的良善言来说 其实始料未及 如今却是势在必行 我觉得来这边也是一种练习 我以前也不敢说跟陌生人沟通 那我觉得其实来这边也是很多感触 一开始其实我们很单纯只是想卖披萨 那后来发现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像我觉得神父给我的一些感动 我觉得如果只是卖披萨 或者只是赚钱 我觉得这个生命没有什么价值 我只是希望说把这个故事继续说下去 跨世纪的缘分让这教堂旁边的披萨 不仅风味独特 更别具理念与想法 年轻灵魂撞击老建筑 激荡出崭新生命 人们依恋故乡所产生的力量 远大于想象 再来看这位女生也有同样故事 纸雕功夫一流 而且善用光影 让纸雕更立体 放大美丽 尤其一系列的台湾百图令人惊艳 以台湾各地人文景物为素材 记录台湾风土民情 他曾花了半年才完成一幅纸雕 因为他就近当地社区 与在地人对话 听他们讲故事 再把绵密情感一刀一刀刻画出来 他让纸雕不只是一幅纯粹的画面 而是有生命力的 有迷人的魅力的 他的灵感来自惠洞的七名上合图 光源穿透纸雕 平面薄片上镂空的位置 在白墙上投射出或深或浅的倒影 纸意的花纹被光投射出繁复生动的影子 用线条建构出的精致几何 如此令人目眩的纸艺术世界 陈若涵满怀期待大开着艺术殿堂 就拿着一把刀铺上一张纸 八年的光阴都沉浸其中 纸雕 纸雕 它可以不只是我们很印象中传统很对称很窗花的图案 它可以是所有你想要呈现的样子 不管是红纸黑纸或白纸 那你只要透过一把刀 就是真的就是一把很简单的刀 然后雕刻出镂空 所有的镂空慢慢慢慢慢慢就会完成画面 所有的专注力都集中在锐利刀尖上 一头俐落短髮的陈若涵 天生拥有一双巧手 而他对手工艺的热爱 从小时候就展现出来 红小老师叫我们做一个学习档案 那大部分的人都用电脑去练习 但我就会去美术社买纸 然后剪剪贴贴做了一本很精致很精致 但其实可能不需要这样做的事情 对那我就觉得纸这个媒材 也许对我来说跟别人不一样 梳小间刀尖接续着飞舞 花费不到十分钟 小动物巧巧现身 弄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看得出来是兔子吗 兔子在森林里 然后可能从下面跑跑跑 不管是什么路径 然后最后他就上了这个树勺 然后他就看着远方 只感觉真的是一座山 客出的作品 很有陈若涵一贯的可爱风格 他迫不及待细细欣赏 拿起手机替自己的作品拍张照 对一般人而言 也许平凡的纸张雕刻 在他眼里就是有一股神圣的吸引力 雕到可能八成 你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看到 最后你想要呈现的样子 可是当你雕到九层 然后雕到完成 它就呈现了你心目中想要的图案 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很令人享受其中的 就是那一点一点一点 然后的变化 到最后完成的成就感 是纸雕过程中我觉得很有趣 纸张的细腻留白给予透空的视觉感受 纸雕图案靠双手一刀一刻完成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都能将心中的想象呈现在眼前 妈妈或是别人会形容我 就是很固执很执着很非黑即白 然后我觉得我会选择纸雕 跟这个我原本的个性有关 就是很清一切都清清楚楚的 纸雕的精髓 在于赋予纸张故事性生命力 而当陈若涵决定踏上纸雕之路的当下 相对的直雕也让它找到人生动力 而这个动力的背后来自一道伤痕 排气管然后可能凸了一个螺丝 所以它可能压在这上面 所以有螺丝的地方又压了个绳 对所以这边其实是最没有感觉的 其实它其实这块是感触感 跟其他皮肤不太一样 因为它其实已经坏死到真皮层 对所以神经都没了 刚毕业正准备开启人生星夜时 上天却给了它小腿一个深刻烙印 办毕业系活动 活动的最后一天 然后我自己骑着车在桥上摔车 车子浮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整块都已经像 你就会想像成猪肉熟了 然后我旁边一圈黑黑的烤焦 然后中间是一片白 小腿因灼伤须直皮 被迫在医院跟家里静养 准备出外打拼的社会新鲜人 也就有了大把的时间去思索未来 我觉得其实那也算是一个契机吧 就是真的有办法 因为你的身体不能动了 所以你不会一直去忙东忙西 那不能忙东忙西 你就真的被迫要好好的思考 那就是一个还蛮完整的时段 可以检视自己的 不管是兴趣或想要 或是未来的人生方向 当时跟许多新鲜人一样 对未知的未来彷徨茫然的陈若涵 想起了小时候热爱的手作纸工艺 而那场车祸现在看来 反而是福不是祸 网路上浏览 看到一个英国的艺术家 他就是一个很像圣诞老公公的大叔 可是他的作品非常的梦幻 然后跟我们过去对于 中国传统窗花的想像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有温度有故事 然后很温暖很梦幻 深受国外艺术家的启发 下定决心走向纸雕之路 纵使顶着台当农腿系高学历的光环 但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 对未来的路不去捨现 我家人就是无条件支持 朋友就确实会 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去找个工作 你想着干嘛 然后你就这个就是你的兴趣啊 那如果有一天你喜欢 有一天你不喜欢了怎么办 毕业后陈若涵学非所用 专心创作纸雕之鱼 家教成为当时唯一的收入来源 身兼两职 一边坚持用双手 雕出属于自己的纸雕之路 有一次我记得是那一年的夏天7月 是有一棵树上开满个花 然后那个太太就指着那个花 然后先生就静静的推到它 把它推到树荫下 然后放着 然后就很吃力的 因为那花有点高 它就垫高它的脚 然后很吃力的摘了一朵花 给它 它还拿在手上 然后就转过来 然后看着我 然后把手伸出来 就是说这个花是要给你的 悲壳般出身的陈若涵 说到惠动的 清明上河图摘栏起发 开始着手用笔刀 在纸上细细刻画台湾白景 他的作品看不见传统对称雕饰 而是透过一幅幅作品来述说 自己眼中台湾细微的美好 我也是在这个巷弄里面这样子 慢覆 一户人家它是矮矮的围墙 然后围墙上面的大门是 没有关的扮演 然后就看进去以后 它在它的楼梯台阶的门后面 然后一样是扮演着那个门 然后很悠扬的在那边拉 我猜应该是类似二胡之类的吧 然后我就觉得 这感觉好像很诗情花意 我觉得 平淡无奇的红纸在精雕细琢下 台湾从北到南 在地民众的人情味悦然纸上 这时她才惊觉 她有了学以致用的契机 我作品因为台湾白景嘛 所以其实很亲民 我大部分的灵感来自于 除了我自己生活的基础 但是很大的灵感是来自于 我看到别人的 人跟土地的互动 或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然后在这块土地上 给我感受到的氛围 而在创作台湾白景里头 高雄延程新旧融合的氛围 最吸引她 留在这里的店家 或者是居民 他们可能都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了很久 可是因为随着时间 繁华的退却 他们还是留下来 那他们留下来 可能只是为了 一份对这间店的感情 我觉得已经不见得 是我赚了多少钱 漫步古老大刀城 享受着历史的微风 感受台北老区的传统风情 深入民情 那它不会烫喔 这个不是 还好 因为其实接触 比较没有那么长 去细细探索 将所见刻画出来 装茶的篓子 制茶的工具 沉若涵受到启发后 立刻将它创作出来 她说对她而言指调不难 她回想难的事 找到何为初心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她天赋所在 天赋就是你喜欢你有热情 而且你做得比别人更擅长 当你找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很神奇 就是你不需要 你花的力气比别人少很多 但你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 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我就找到了我的天赋所在 幸运的找到了天赋 但对许多人而言 找到最终的定位 是最基础也最困难的事 但沉若涵确定之后 把它发挥到极致 她到了监狱教学 得到的反馈也感动了自己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其实是抱着 一个是好奇 一个是我能不能用我的专业 回馈社会一些什么 到她真的可以独立完成一个作品 然后再跟我解释她这个作品里 她放了什么样的想法 跟故事 跟她自己的人生经验进去 的那个过程 她说她发现 她重新找回生而为人的价值 一切从草图开始 用笔到一点一点的刻 并在细节上深究 在一张纸上 沉若涵用一刀一刀 角树自己心中的感动 表达台湾的美 记录这时代的一切 对生命 对周遭事物保存热情 世界变得不一样 稍后来看另外一位年轻人 因为癌症病有一番话 转行做有机农业 这是我们那个古典音乐 我们芽菜也要享受 对 每天会上两个小时的音乐课 因为这个音乐 可以刺激它长大 像这种天然健康的芽菜 它根部一定要那么长 然后大概是1比1的比例 催熟的话 你破坏它的温度 它生长 它一下温下去的话 它快速长大是没错 可是啊 它变成说里面都是 没那么实心 对 我希望就是靠着 我们这小小力量 然后去改变这个芽菜的生态 对 因为毕竟现在芽菜的生态 很多都是放药剂 对 然后那个药剂 还比农药还毒 为了种豆芽菜 这名年轻人翻山越岭 找没被污染的高山泉水 甚至举家搬迁到深山里 让豆芽菜听音乐长大 还喝乳酸菌 这一切源自于一个癌症病友 一个纯粹的想法 禅民生 慈禧彼落 向催促的曾怀为 加快脚步开工咯 有机绿豆滑落 拔出清脆声响 装满整个脸盆后 它小心翼翼抱在怀里 走出冷藏室外头 准备帮它们洗澡 这个叫做盐水消毒法 对 然后顺便挑选 那种生育不好的 比较不能发芽的种子 盐巴溶解渗透 增加水的比重 种子品种好快 立刻能见分晓 这就是品质不好的 叫空炮弹 对 它里面就是没有生命力 像今天状况就很好 它就没有浮上面 这表示这一批发率 就达它99% 那种清脆的声音 这表示它很死性 洗过的绿豆过筛后 要开始敷牙前 被仙晶北谱冷泉洗礼 因为上绿水它里面有微量元素 它比较多营养成分在 天然的营养成分 这个绿豆大概三个小时后 就是等于是唤醒它的一个动作 浸泡在水里的绿豆 换装进大桶子里发芽 刚冒出芽的种子则要快手搬进暗室里 避免见光绿化开出叶子来 品质可就不合格了 就是一桶绿豆一桶木树 然后一桶是黄豆 然后我们到时候进去我们的厂房 对 就是敷芽 对 它就是在里面长大 角豆还没踏进暗室 耳边先传来音乐声 这是我们那个古典音乐 我们芽菜也要享受 对 每天会上两个小时的音乐课 因为这个音乐可以刺激它长大 像这种天然健康的芽菜 它根部一定要那么长 然后大概是一比一的比例 吹熟的话你破坏它的温度 它生长 它一下温下去的话 它快速长大是没错 可是啊 它变成说里面都是没那么死心 不亚苗助长 连生长激素 营养剂都免了 防止形成亚硝酸盐过高 吃下肚恐怕会致癌 但想种出头好壮壮的豆芽 没有想象中简单 它种子比较多病菌 所以你要去消毒 从消毒后 你到这一桶 到时候采收完 这桶子也要清洗过 都要消毒过 不然它上面会有病菌 有病菌的话 可能整桶就会烂掉 自动洒水器 依照生长状况 喷洒不同水量 提供绿豆芽生长来源 底头暗藏秘密武器 我们用过中药啊 或者一些比较特殊的天污绿植啊 就是效率做研发 可是问题是效果没有这么好 这个东西就是用鲜奶 对 效率大概 四五大概二十八至三十 效率发酵在一起 喝牛奶增加活力 豆芽菜味道也叫甘甜 这一群教客 不仅照顾起来超费勾 连清洗也不马虎 我们这个有泡泡是因为有酵素 脱壳出来 然后剩下这壳 我们就是会把它洗干净 有时候订单一多 双手根本忙不过来 还得出动亲戚来帮忙 芽菜 这芽菜一桶 都算它的 因为我们芽菜 有时候能力不足的时候 就要请自己家人帮忙一下 对 毕竟芽菜 它的利润并不是很高 新鲜豆芽菜 新鲜豆芽菜靠脱水 来避免根部烂掉 要先吹冷气保温后 才能开始包装蜂膜 我们这一包大概200克 追求有机天然 同样注重环保 豆芽菜的包装跟着清量化 给它比较环保 而且我们的价格 售价也比较便宜 价格直接回馈给消费者 坚持种出无毒食材 曾怀为甘愿背贷款 买设备 买土地 更拉着全家做起无毒事业 从桃园老家搬到新竹 五指山 我先下个红萝卜 妈妈拿起锅闪炒菜 曾怀为则当起二厨 切菜地盘子 新鲜豆芽菜和杏包锅 加点酱油调味 简单拌炒就能端上桌 我这个是死井的绿豆芽 放很多材料下去煮 然后这是红烧 红烧的黄豆芽 对 然后这是泡菜 凉拌的 做凉拌的绿豆芽 一整桌豆芽大餐 变化相当多遍 全都是亲自栽种 无毒天然 才敢吃下肚 豆芽菜的清甜 连狗狗也超爱这一味 因为我加乳酸菌很关心 对 所以它甜度很高 所以吃个只狗也很爱吃 飘嘴也顾健康 曾怀为会这么在意食物安保 不安全 勤于三年多前 在医院当烘焙师傅时 遇到的离癌顾客 他想要找就是天然的面包 可是那时候实案子抱 我想说我做的东西 是不是天然的 所以我不敢推荐给他 可是那客人就是 生了以后 他跟我說他生了 就是医生怕他生一个月 很多的寿命 做烘焙业十几年 生枝人工添加物 对健康的危害 他选择种起天然苗芽 追求百分百天然农作物 像这种捷地就是最近太热了 所以容易震拔掉 种植苗菜的土壤 选用进口泥炭土 北京重金属检验合格 把对作物的影响降到最低 我希望就是靠著 我们这小小力量 去改变芽菜的生态 因为毕竟现在芽菜的生态 很多都是放药剂 然后那个药剂 还比農药还毒 苗类同样很娇贵 太热太冷都不行 连温室屋顶都很另类 这些都顺应生态来打造 然后我们做弯曲 就是让空气能够大量地抽进来 冷空气进来 然后把热空气带走 为打造林污染环境 又能顾及芽苗品质 增回为寻寻觅觅 花了好大的功夫 才找到海拔480公尺高 这块原始森林耕座 因为我们这边土壤不适合开发 因为它石头太多了 所以你种东西也不行 然后就是果树它也很难种 又很陡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想要来这边 被处偏僻 内藏宝藏 高山泉水当营养剂 外加呼吸新鲜空气 长出的苗菜 富含微量元素 更能安心吃下肚 但刚开始销售时 却凭踢到铁板 现在只够湖口吧 勉强勉强督得过去 跟以前比的话 以前是会存到钱 对 做麵包是会存到钱 可是做这个 就要慢慢来吧 好 要接火它 对 高品质牙苗 因为成本高 比市售价格贵4倍 常面临排满整个冷藏柜 却卖不出去的窘境 最差应该是一天卖不到一盒 对 很惨 对 基本上就是 后面会越来越好 就是一天大概增加到七八盒 四盒 一定会啦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走私店老板说我们的价格太贵了 他们根本用不起 他们一碗面才多少钱 所以他们一定要用便宜的鸭菜 还能笑着弹起那段挫败 没被现实给击倒 曾怀为靠着努力不懈 勤泡市场推销讲解 最后终于打破 芽菜分通便宜的传统印象 他的无独梦 在勇敢坚持下 逐渐萌芽茁壮 努力付出 期盼人人更健康 台湾就是这么温暖 稍后来看一位治疗师 也为别人着想 突然转换跑道 马术它其实是一个技能 那这个技能可以类化到 他很多平常日常生活所需 我看到孩子们的成长 还有孩子们的进步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价值 你会发现其实马跟我们很像 他看到了某一些孩子 他会喜欢他 然后他会想要做这份工作 然后他会想要帮助他 一位骨科物理治疗师 看到伸张儿童 经马术治疗 有意想不到的改变 深受感动 又得知马场缺少治疗师 毅然决然抛下医院舒适圈 投身马术治疗中心 工作一切归零 从卫马洗马开始 花近五年学会骑马 再到美国受训取得证兆 他说人生不是只有赚钱 看到孩子们有进步 才是最大价值 通常他这个表情是还蛮舒服的 你看他已经要吃镜头了 今年四十岁的詹淑雅 在马场任职十五年 洗马刷马是他每天的例行工作 在刷马的过程 你可以检查你的马匹 他今天的状况 就像有一些人 他要开车之前 他会先巡车 对马儿了落执掌 可别以为詹淑雅是一位肆育员 真正的专业 是对身心障碍童的物理治疗 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 物理治疗是一件痛苦的事 詹淑雅大学毕业那年 因缘际会接触了马术治疗 自此他手上的孩子 做疗程成了每周最期待的事 用马行进时的骨盆运动 模拟人类走路的骨盆运动 达到刺激马背上 人体运动神经的效果 马术治疗在欧美相当盛行 在马背上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他有唤起一个走路的感觉 例如说马在动的时候 就会有左右左右 然后他就会觉得 原来他的骨盆跟脚也可以左右左右 其实这个治疗带给很多的孩子 其实他在身心灵上面 都是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你看这个场域其实很天然 所以他们会觉得 有走出来的感觉 手打开 李提云是詹淑雅的其中一个个案 事上加上小头症 视力障碍 即便现在已是二十多岁的大人 日常生活依然需要家人从旁协助 他现在目前生活只有简单可以自理 简单自理就是上洗手间 或者是吃饭 但是我们要在旁边辅助就对了 我会自己吃饭 你会自己吃饭 对 对 他以前的你我他分不太清楚 可是他现在可以很清楚地讲说 我 对 比方说他昨天就说 阿嬷又在念我了 他以前会你 就是会分不清楚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他智力发展上面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 我觉得是一种平衡的刺激吗 就在马上我也不知道 所以一起就让他骑了八年 我不会怕刺激 你不会怕什么 我不会怕马 你不会怕马 你喜欢马 对不对 喜欢 齐云他分不清楚左右边 所以我们试过很多种方法 那我们就是想到用手套 右手带一只手套 左手我们就不带 然后会别一个小花 就到时候在江绳上面 会有一个小花 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 拉手套手或拉小花手 来 脚 直接脚过来就好 当时他在学的时候是 五个人要协助 就是应该是说两个辅马 一个在旁边顾 然后教练在前面 前面教导 他们在训练这样的小朋友 其实还蛮辛苦的 可是这样八年骑下来 提云现在可以独立自己骑马 快步 对我来说除了进步之外 他还找到了他一个兴趣 就是骑马 对 我觉得他在马上面 是很开心的 很喜欢 对 喜欢 他在马上面是很开心的 开心的 李提云的进步 做妈妈的都看在眼里 借由马匹快步 安定神经系统 也借此诱导他开口互动 训练脑部发展 这马术它其实是一个技能 那这个技能 可以类化到他很多 平常日常生活所需 我有很多的脑麻的孩子 他们可能学完 学会了骑马的技能 他就可以去开他的电动轮 他从出生到现在慢慢长大 都是我跟阿嬷的天使 对 我们都超疼他的 然后看他这样一点一点进步 其实我跟阿嬷都很开心 就是从每次他们讲话的 就是比方说我刚刚讲那一句说 她说阿嬷又在念我了 其实我好感动 对他而言最大的心愿 其实很简单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他能够生活完全自理 他能够自己吃饭洗澡 不用人家在旁边辅助 因为我们会担心 当我们有一天不在的时候 他还可以独立 有着物理治疗师 马术治疗师 及马术教练多重身份 詹主雅在这块领域 是国内首屈一职的权威 但在这之前 他只是一位 在一般医疗院所担任物理治疗师 先生是足科上班族 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15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接触这个领域是 是误打误撞 那时候就是 直到有一个马场 好像他有在找治疗师 刚开始从不太会骑马 到可以骑马这件事上 其实也是花了 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那中间当然也曾经摔过 除了学骑马 学骑处知识 每天还有一堆体力活等着他 其实每一天的骑马就 也是等于我们就在 检查他的身体状况 很多治疗师也会觉得 做这些这样子的工作 对他的人生来讲 是非常的 对 痛苦吗 治疗师也需要做这个工作 想在这个领域成为专业 可不是只有爱心与热忱就好 治疗师的认证就是 你至少要读完四年的物理治疗 你才能去考那个证书 那治疗性齐称教练的 我们这整个受训的过程 也要一年的时间 马术的美国治疗认证 它也是你必须本身就是 在现场的物理治疗师 然后你有一个马场 你必须要写个案计划 因为看到马术治疗的成效 詹薯雅舍弃稳定高薪 环境又舒适的医院工作 全职全薪投入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盈利单位 其实我们在做的很多的工作 不是为了要赚金更多的钱 我看到孩子们的成长 还有孩子们的进步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价值 好 他是不是变胖了 绑好杜代 詹薯雅与他的最佳拍档 每天都要一起接受训练 你会发现其实 就是马跟我们很像 他看到了某一些孩子 他会喜欢他 然后他会想要做这份工作 然后他会想要帮助他 鞭子 鞭子对我们来说是 鞭长的手 你看 他就有句 欸 这样 透过各式各样的训练 提升马儿的稳定性 不能动 就是跟大家说那只是玩具 那这也算 就是要预期说小朋友在玩的时候 都会 吃手 玩掉下来啊 这些马匹对我们来讲 他们其实是我们很好的合作伙伴 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在意 他喜不喜欢哪一些个案 就是他们也会喜欢 像有的喜欢自闭症 有的喜欢脑 那每一匹马喜欢的会不一样 有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他们好像是 没有声音的一群 可是其实他们 他们可以读解很多 小孩子的心思 Go 很棒 高成效背后 伴随的高培育成本 是马术治疗在台湾不普及的主要原因 光是一匹马一年的训练 与照顾费用高达三百万元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家 我们在去年的九月多 也是正式的进入了一个 熄灯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面临着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辗转才来到这里 那这里的话可能也是三年后 我们就会面临到 可能又要再重新签约 那我们其实就会很像游牧民族 一直不断地迁移 然后我们却不知道 要迁移去哪里 你要喊停车咯 停车咯 为了开源节流 詹淑雅甚至进入 偏乡跑校园巡回 发挥物理治疗师的专长 也一边推广马术治疗 以治疗师来说 他其实在医院 或者在其他地方的待遇 也都很好 然后也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如果我待在的某一个地方 可是至少那个地方的 这个治疗果校 是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 去面对他自己的障碍 我觉得对我来讲 不论我在哪里 我都会喜欢那个工作 很认真地滑下去 滑下去 小心你的心 将个案当成自己孩子 一路陪伴长大 詹淑雅与他的马伙伴们 要继续为这群漫飞天使 找到希望 人一梦想而伟大 梦想有多大 成就就有多大 我是梨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